我和我现在的老公是朋友介绍认识的 起初朋友和我说他是一个公司的小白领 每个月工资只有五六千 长得虽然不帅 但还算老实 对人也很大方 让我先跟他试试看 我也没拒绝朋友的好意 就试着和他第一次约会了 他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待人兵兵有礼 诚恳大方 和我在一起吃饭也很会在乎小细节 特别在乎我的感受 让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有点成熟男人该有的味道 吃完饭后我们彼此都留了互相的联系方式 他也打了一辆车把我安全的送回家 从那以后基本上我们每天都会聊天 而且每天晚上我下班的时候 他都会给我送一些水果和食物 偶尔也会给我制造一点小惊喜 久而久之我对他越来越有感觉 情人节那天他约我出去看电影 电影结束后他对着我语重心长的说 能不能给他一次机会救他女朋友 我听了这些非常开心 因为我也喜欢他 他既然跟我提了 我觉得应该给彼此一个机会 所以就答应了他 和他成为男女朋友后 觉得他这个人 跟我想象中的白马王子一模一样 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他很会做人 每次和我出去玩都很会在乎我的感受 而且都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自 闺蜜也经常夸我 从哪找到一个这么好的对象 我每天自己也会偷笑 日子就这样平淡无奇的过着 一年后又到了一个情人节那天 我下班比较晚 九点钟左右才下班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 准备往家回 刚走出公司200米的时候 看见一个人穿着一套大熊的衣服 手上摆着一束鲜花 地上摆了几百根蜡烛 像是河水求婚 于是我停下来 驻足观看了一会 没想到那个大熊直接向我走来 我做梦都没想到 原来主角就是我 后来我被他的真情和浪漫打动了 答应嫁给他 第二天我们就去见了彼此的父母 我们各自的父母对我们都比较满意 所以就确定了婚期 紧接着我们就结婚了 婚礼当天很多人都来参加了 热闹非凡 也受到了很多亲朋好友的祝福 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 婚后第二天 他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把我带到了市中心 一处高级小区里面 给了我一把房间要死 意味深长地说道 其实他是一个菜二代 家里非常有钱 是所以扮成一个穷小子 就是怕嫁给他的人 是为了钱才和他在一起的 紧接着说 这是他刚买的一栋房子 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然后又带我到地下车库 原来他有一辆保时捷 只是和我谈对象的时候 一直没开 他笑着说 走 带你出去兜风 我内心真是高兴快乐 没想到我一个丑小鸭 瞬间变成了白天鹅 我们来完整 oke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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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